长期以来,美方处于政治目的,对持合法有效证件和签证的中国赴美留学生,烂尸打压迫害,动辄盘查官一押,逼供诱导甚至遣返。 近几个月来,美国均有数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,被美方强制遣返。 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选择性、歧视性、政治性执法。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,坚决反对,美国秩序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, 却错误制定并颁固实施第10043号行政令,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将学术研究政治化和企划, 一再对中国赴美学生实施盘查自扰遣返,严重损害中国留学人员合法权益,严重读化两国人文交流氛围, 严重违反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, 从中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, 中方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,撤销错误的第10043号行政令, 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, 切实保障中国赴美学者、学生安全和合法权益, 以实际行动兑现支持和便利中美人们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承诺,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,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, 也提醒赴美留学人员警惕相关风险。